今天我们终于要走陕西这边的延黄观光路了 谁知走着走着就看到晨光中的华山群峰气象万千 所以我们就直奔华山脚下 毕竟陕西的延黄观光路是从华阴开始的 我们选择了延黄观光路 第一站是洽川湿地公园 门口便是周文王与他的王后 太四的天作之河的巨型塑像 传说中周文王与太四在此一见钟情 结为夫妇 婚后情色和明 周朝开创八百年的基业 太四居功甚为 今日洽川还有处女权流传 说是当年太四出狱之处 现场看来 这里是黄河诗地的一部分 华尾青青正映着官居中的诗句 官官居鸠在河之舟 窈窕淑女君子好球 眼前美景真的不输苏行 从处女权出来 看到黄河魂的标记 我们直奔而去 这里的黄河又有不同 河水堂堂 两边不见人家 但从河这边到对岸的水面极其宽阔 河边有上书黄河魂大字的乐石 旁边是东类灌溉站 从黄河魂出来 不知道导航怎么导的 竟然把我们导到山上 不 是园上山道九区十八湾 却是让我们好好领略了黄土高坡的风采 直到三级村高处遗忘 都舍不得马上离开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我们还是从园上下来 又到了黄河岸边 顺着炎黄观光路走 我们来到司马迁词 这是人们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建词和安息之地 司马迁作的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为我们留下丰富的历史资料 他在受刑后说过 人总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红毛 他留下的史记比泰山还重 司马迁词选址特别 是在一个山梁之上 俯瞰三秦大地 东看黄河 西枕梁山 北围立弊 南陵深鹤 下游古车马道 平高远望 气势宏伟 瞻仰泰史公辞 追忆他一生的悲壮和取得的非凡成就 在泰史公辞前向他致敬 太阳偏西的时候 我们进入寒城老城 今晚这里便是我们歇息的地方